在美丹 才是一种真正的水 我们要随时随便把自己的心 保持在细微的结极之中的海 才能体会到生活的美 好 来个 男士 有没有男士 来 这一位 来 请你拿过去 奖品 来 等一下 奖品顺便 不好意思啊 想要奖品的可以继续 如果没有点到你 不好意思 我用台语来 也可以 水的奖品必须要从五岁生华方面来开始 不继续在学校里面 心情开车 最快最快水的就是 无大目的策略 以及无大力的感受 谢谢 好 我们就用台语面 好 這位先生,你要帶大家的準備,總統都不用擔心,我是沒問題,來,好,開始 我都知道,會帶到你,所以我都要帶著你,你還要帶著你,你沒帶而已,就像中國媽媽,你不可以走,這個母親是很重要的,好,謝謝你,謝謝 好,來,後面的機首我也是會叫你,我不會偏愛前面的而已,因為她擠得很快,來 接觸鳥獸花草,是生活裡相當重要的元素,我們從小到大的過程裡,生命一定會不斷的遭受挫折,你可以勇哥做話,聆聽音樂,或出外旅行,但無所不在的自然,卻是最好最實惠的安慰劑 各位,好,謝謝,獨守不在的自然,各位,如果你真的很忙很忙,你家的陽台,只要有花,有草,我也動作自然,我就拿森露西 誒,我發覺森露西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有優異有壓力的人,還有智力神經失調的人,就教你這一道叫做森露西,你要護士的什麼,或兇士的都不管 反正你只要一天,能夠這樣靜靜的站著洗,然後停頓三秒,安呼的時候慢慢,早中晚都做,做十分鐘,你會覺得身體去就用 那晚上睡不著了,有些人晚上睡不著,你躺在床部上,你就省呼吸,對你的睡眠也有防護 好,我們大家一起來念,開始 接觸,樹花草是生活裡相當重要的元素,大的過程裡,生命一定會不斷地遭受挫折,你可以歌詠做話,你可以明明或出外旅行,但無所不在的自然,就是最好最實惠的安慰劑 各位,做生意的人像我這樣子,今年大概可以聽到二十場到三十場,不管是音樂,舞蹈,戲劇,演出的人真的是不多 可是我認為最好的還是無所不在的自然,一進入山林裡面,那我很喜歡走那個人煙稀少的地方,就在那裡,很快樂 我就告訴你,每次只要站上下來的時候,再洗個澡,吃個東西,你會發覺,那真的是人錢美貴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生命第三年的時候,我朋友說要幫我慶祝,我說會不會太早,你說不會啦,應該會難關 那我就說,不然這樣,我們去瓦拉米,我帶他們去瓦拉米四天,你知道嗎,多快樂 那個晚上,就看著星星夜亮,那我們晚上,有一晚上,我請那個戴保春,正大歷史系的教授 他跟我們分享,他在講一堂課,叫做日治時代,日本人如何統治台灣,如何對待元素 他就講這一段,因為我們的歷史課本不會教我們講 那他就講那一段,哇,講得很精彩,因為在那個古道上面,在那個峇海山莊裡面,大家圍著那個火爐 然後他再講,那個溫瑞很棒,很棒 所以,那四天對我來講,真的很感動,尤其出來的時候,喔 你泡在安東,泡個溫泉,泡完溫泉,你吃個液裡面,然後吃完液裡面,你就坐火車,就這樣躺著睡,就睡到高雄 可是,人生有很多的無常 就是八年的十一夜,做火阿米斯天出來以後 就是九年的三夜,發現,就轉移到骨頭了 痛不一身,可是,人口一天,第二天還是面對現實 所以,人就是這樣,其實你要告訴你自己 你要為成功找方法,不要為失敗找你 那最好的成功方法就是,你面對他,你接受他,然後你不要怕他 那,自然就是你的好朋友 那真的是我們的母親,也是我們的老師 我們老師,大部分都會講道理 那自然是不必講道理的 他也沒有在說道理,他就在你的情境 你的人的心就開了,你的心就開了 那個不需要道理的,很多東西都會讓你看開了,看淡了 就是這樣子,那是母親,為什麼是母親 像我媽媽已經不在了啊 我六十一歲,我又有很痊癒的時候 要跟誰人說,都會找媽媽 叫媽媽媽,媽媽不在了,散了就這樣 用風這樣,像氣這樣,幫你摸 小時候,如果睡不著,他就這樣睡,睡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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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我都還有一點印象 我祖母,我媽媽都摸摸的,拿給你吃 但是我都不知道,然後忘掉了 以前我們長輩都說 你小時候都吃你阿嬤的摸摸,拿給你吃啊 我們那時候也不一定考慮到什麼細菌感染的事情 好,那山真的是母親,也是老師 所以各位,你多親近他 怎麼會就不跟你教什麼道理 你進去那個山林裡面,那很多的道理 你慢慢去體會 你就會,你就會領悟出一些東西 其實很多的道理,很多的一些哲思 哲理,都不一定是人家教你的 你慢慢去看,你去觀察,你去看 你就會有很多的觸動 好,接 來,請 自然是一生不變的朋友 他會跟誰跟你一起長大 我們是土地國裡的公民 和其他生物一樣平等,沒有特權 大自然是不需要解說牌的 他就站在那裡 用他渾然天成,與宇宙深深不息的生命,無私的展現 謝謝 所以,我們的解說教育有一部分 可是全部是失敗的 我去財丹,我看很多解說 好,這是什麼,這是三彎馬 這是什麼野童,這是什麼都鎬了一大堆 結果,很多人有的會做不知 我都會做不知 其實你到自然野地裡面 你不要讓他認識太多 你要講自然裡面,很多的故事 我記得有一次我帶小朋友 他們是國小四年級的 我帶他們去財山 我只給他們兩種椒子 細種植物 其中一個是骨婆魚 骨婆魚好玩 也可以當陽傘,也可以當遺傘 也可以當面積啊 我就說的 最主要的是我們一進入財山 剛好有一隻松鼠在叫 我就讓大家聽起來看 什麼 你怎麼知道在說什麼 我就問他們 你要問問題 你不一定要告訴他們 所以就有很多問題 好,我就給他們答案 但是我告訴他們 楊祖祖這個答案也不一定對 如果那個松鼠在說 不必人來啊,不必人來啊 我們就是不必人 如果人家在不開心 那我就告訴他們 你們就要回應他 但如果人家大概沒有 predict 用力嘛 沒有, nyt 即,有啊